前期采访中的愤怒 到演播室刚开始的悲伤 再到现在的校竹颜开 张女士的情绪发生了巨大变化 那她的心结是否已经打开了呢 确实妈妈在这个过程当中 她是受到了一些 伤害挺深的 伤害挺深的 但是 我要说一个但是了 离婚之前是你父亲做错了 离婚之后没有法律关系了 是不是律师 这一点我也赞同 她选择无论是现在 是选择自己生活 还是与第三人开展新的生活 这都是老爷子权利 因为从法律层面上 她现在就是单身 虽然我们这样去说 老爷子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老爷子刚才非常激动的在说 其实我是非常渴望一家人团圆的 其实老先生并不是说 真的说我要拿到房子 来确认我有一个家 他对家的缺失是情感上的 他在阿姨这块 可能他没有一个夫妻 这么一个伴侣的一个家的概念 但是你们作为儿女 也没有他给他一个家的概念 你让老爷子没有感受到 儿女的这个存在感 他为什么要急于回到现在这个家 因为他要回到这个家 找到他的儿子 找到他的女儿 找到他的孙子 就是你们要考虑一下 将来你们需要怎么去做 我要多陪护 陪护我的父亲 也都要陪护我的母亲 这个时间是需要的 没错 所以其实我们刚才说的这些话 最关键的一点是说给阿姨您 您能明白吗 我们是想劝您能够把这心结给打开 阿姨您觉得刚才老师分析的对不对啊 对 是您心里想法不 有道理 儿子一上来我就问他了 我说今天我们可能会给你交代很多任务 能不能做得到 你再告诉我一遍 你觉得你能做到吗 是能试试 能愿意尝试一下 愿意愿意 因为真的尝试了 如果有好结果 是你们全家人的幸福 你非常愿意努力一下 对吗 对 所以你需不希望妈妈给你一点信心 当然希望的 你能给他点信心吗 给我信心是很重要的 阿姨您愿意给儿子一点信心吗 给儿子没问题 太棒了 来我们给妈妈一个鼓励 阿姨什么样 说给我点信心 您能把咱们给说好 把您给说好 阿姨 那我问您一句啊 如果我们要跟儿子说了啊 说你可以做什么 做什么 给你安排点什么活 安排点事 希望您配合 您愿意吗 嗯 没有问题 咱不说那不字 嗯 成吗 可以答应吗 可以答应了 那咱们鼓鼓掌给您好吗 不用鼓掌 儿子说我认可 儿子说啥心里头都愿意听 对吧 这就太棒了 我先说啥心里头都愿意听